那么之后老师也和同学们一起对本门课程进行一个展望 那么老师希望同学们可以真正的做到自问自答 处理旁通 对吧 那么这一个也是老师在课程的最初对同学们的一个要求 并且在这里面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可以拥有这个 钻研精神 并且不要止步于迟 那么关于本门课程 老师在问答区 在代码仓库里面 也提供了推荐了很多 相关的书籍 那么同学们在学习完本门课程之后 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阅读相关的书籍 以更好的提升至极 并且在学习完本门课程之后 同学们在以后的实践编程里面 一定要多思考一下 尽量的把问题想的更底层一些 更加的深入一些 并且把相关的问题迁移到本门课程的相关内容里面 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以提升至极 那么关于本门课程 老师后面还会进行一些内容的更新 包括补充这个文字内容 包括一些概念 习题 以及一些学习方法 那么这些后面老师都会补充 并且老师还会补充一些高级的概念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内容 老师将会在第二期的内容里面 去推出的 主要是操作系统的相关概念 包括用户态 内核态 协程 等等的一些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高级概念里面 去进行进一步的讲述的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多语言版本的一个实践 那么在课程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python 去实践了相关的内容 那么后面呢 老师也会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一个实践 包括私家家 抓网 等等的一些语言 以满足更多同学的一个需求 那么之后呢 在这里 老师也感谢所有的参加本门课程的同学 感谢同学们的参与 促进了本门课程的完整和丰富 也使得本门课程往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同时呢 也感谢木课网的教学经理 以及木课网前前后后的众多工作者 提供了这么棒的平台 使得老师的内容得到传播 也让同学们可以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的内容就该一段落了 我是东东腔老师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关注 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了不起的东东腔 和老师进行更多的互动 以及了解老师的动向和一些想法 并且呢 老师也会在这个公众号里面 持续的推出一些有用的干货 帮助同学们去进一步提升自己 好的 清仓不改 绿水残留 我是东东腔老师 让我们有机会再见